蝎子 肖战能演一部剧就爆一部剧,步步都是有效播剧,这与他这种审慎的态度密不可分。 话说回来,肖战不仅没有闲着,反而是忙得不能再忙了,还录好了好几台品牌直播,真是个认真负责的好代言人。 虽然是录播,但能够看到如此鲜活的肖战,且是最贴近盛阳的肖战,总是让人浮想联天。 在另一个时空的盛阳,或许就是这样类似活动的组织者,光影变幻,与肖战同框,彼此欣赏。 NARS主打星光闪耀,背景更闪耀,肖战更闪耀。 不禁让人想起工作室2022年新年时,给肖战拉的横幅,星星没你亮,肖哥你最棒。 无论是背景的星辰,还是西装领上的钻石,都不及肖战目若朗星,眉目生辉,光滑闪烁。 而喜欢红色的肖战,无论背景变成怎样色调的红色,都非常和谐,不演角色,真是好适合红。 难怪这么红,与NARS相比,莫森的直播,可以说,把怼脸杀发挥到极致,俊朗的面容与精巧大方的眼镜相得一张,或温文尔雅,或酷霸炫拽,修长身形在连体翼的衬托下,线条流畅,美不胜收。 虽然基本是白色的背景,也不显寡淡,真是应了那句话,有你之处接风景,可以想见的就是肖战时间太紧张,品牌不知怎样努力争取,才请到肖战出席。 而肖战不知怎样挤压浓缩时间,牺牲休息时间,才安排满足这么多品牌的需求。 剩下的自由想象吧,总觉得肖战未来一定会有自己的公司,会成为名副其实的肖总。 最后,肖战。